那這樣子你們 我記得你的粉絲團 是 前幾天開始已經站在那邊舉牌了 是是是 對 感想怎麼樣 很熱 對因為我本身是個非常怕熱的人 那已經想辦法穿的比較寬鬆的衣服 那第一天去的時候事實上是穿短褲 那其實站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陪我一起站的夥伴就接到我們總幹事的 的資訊就是說 不要穿短褲 可以換嗎 因為這樣看起來真的很像流浪牌 那經過的 其實經過的很多路人都說 這個是你要選 還是你在幫人家舉牌的 看起來就很像市民大道上面 很多那種在幫人家舉牌 你說那種就是他們就幫忙舉牌 舉那種房子 舉那種宣傳 對 沒錯 事實上這個幫房子舉這個 我之前也幹過這個大工 所以就是應該看起來蠻熟練 蠻老練這樣 那有沒有想過說 想要持續站多久還是就站到選舉前 還是 現在目前的規劃應該會是 一路就是按照我們的計畫一路站到選舉最後一天 選舉最後一天 對 直到被人家趕 不會吧 應該是沒有不會啦 這個還合乎 合乎法規 那有沒有想過之後就拿麥克風 然後就說我是林紹池 我要參選 有有有有 南港區的立委 這個其實要看路況 因為其實在站的中間我們發現 有些人會邊起邊回頭看 其實這是很危險 很危險 那如果真的是拿一個麥克風 其實我會講說 那個還剩三秒就紅燈 綠燈樓 大家要 起車要小心 因為真的滿危險的 昨天 昨天是在 東湖那邊 就有不小心一個小車禍 真的是不小心 對 所以宣獎應該會在捷運站口 對那只是舉牌的話 捷運站口 可能不是會被那個嗎 所以我站在 不要站在那個 對 就是他們走出來 走幾步 對 找一個合法的位置 在那邊做點小宣獎 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做個梯子吧 學紅袖柱一樣 就挺住 有有有 沒有啦 一定要挺住 對台灣才會好 反正就是 進投票所以前挺住 是是是 蓋下去可能就不是他 對對對 好那我們 我先話講到這邊 那我們今天來談談 你為什麼 為什麼要 唯有故要入坑 因為我記得說 你之前在戈蘭圍 在罷免這個職務嘛 自己人 是是是 對對對 那怎麼會想要說 最近就 去年 不然 上個月 月裡就跳進去 對 其實溝通這個東西 其實溝通了兩三個月 那 本身也是因為 我就是內湖人啊 那在東湖這邊住了 從六歲住到33歲這樣 那在這中間就是 沒有錯我也投過馬英九 還投過兩次 抓到了 對沒錯 兩次 一次市長 一次市長 2.12就沒有 對對對 那 但是就是說 這個 後來因為種種的原因 那 主要還是因為318 對 那因為之前工作的關係 其實 對台灣是個國家這件事情 就 有無可比擬的 這個 認同感 可以談談您工作是什麼嗎 之前的工作是 空服員 空服員 空少 對對對 哇 在香港那邊工作 那香港那邊 因為 之前港獨也是鬧得 沸沸揚揚揚 對對對 所以 香港人都自己 一個幾乎沒有希望的 就是 這個城市 但是他們人民真的非常的團結 你就感覺到那種 才七百多萬人 對對對 然後就可以激起那麼大的 沒錯沒錯 革命 那 有沒有想過 就是你在那邊 那邊服務嘛 對 ROC 對不對 是不是覺得說 幹嘛要這樣用 TPE 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是TAIWAN 沒錯 為什麼就不直接 不直接是台灣 那 其實 蠻多外國人對於台灣 跟中國是兩個國家這件事情 在認知上是很清楚的 有耶 對對對 反倒是 我們自己 現實上 我們也認為是 兩個國家 但事實上 現在就 並不是 沒錯我直接在這邊就直接講 有 對 因為憲法還沒改 就是 就是這樣 對沒錯 好那就是之前在當空服員 對 那 就是 後來就跳進去 到底是 你是被怎麼激到 還是你是突然間 震到一下 那個時候就是說 就是一句玩笑話 那我們那個時候在 你要選嗎 我們那時候在想說 因為一直苦惱 內湖南港這邊沒有出現一個 符合我們 就是 各欄委團隊 就是在地 內湖這邊 鎖住房 我就覺得沒有一個好的候選人出來啊 那時候就 一直在那張名單上面一直列 列列列列列列到後面就是 都沒有人的時候 我們想說 那乾脆要不然我出來選好的 那當然 那個時候當然是覺得就是開開玩笑 對啊 應該是個joke吧 我在高雄還有工作 哈哈 那 我們總幹事就 突然沉默了五秒 就跟我說 好喔 那個 我來 我來認真想想 那那個時候是三個月前 對 結果後來大概隔了兩個禮拜回來 再跟我提到這件事的時候 就已經不是用玩笑話的方式問了 不是玩笑話 那 你要選嗎 你真的要選 就說 其實你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那我心心想說 我就回答他說 我沒有錢 可是他們就說 可是我們當初罷免的時候也沒有錢 對啊 對 然後就用這句話 騙我跳坑 就說 你只要有理想就可以做這件事 總話是在 正在瞪你耶 對對對 無限的瞪我 對沒錯沒錯 所以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輕易被說服 沒有應該是說主要是 我覺得可以從立委這邊開始 延續 九合一的那個部分的一個改 氣勢 沒錯氣勢改變 那 我覺得內湖南港區的 年薪比例上面來講是偏高 那我相信這個公民意識是可以做出一個明智的決斷 那我覺得我可以是明智的決斷之一 但不是唯一 嗯 但我相信我的政見能夠激起那樣子的公民意識 我希望我們能夠做到這樣的傳播 對 你相信你自己可以這樣 對對對 那目前 那我稍微插個話 是 那 那 幫你嗎 還是會像上市之前各單位的那個模式 還是 說 你們要怎麼樣去 欸 資源這一塊真的就 蠻尷尬 就是現在目前就是先有 我的 我自己的部分先 先擋著用 然後之後 就從繼續開始 沒錯 那繼續就是 還 不多啦 對對對 但就勉強先用 那之後看 就是看 如果有 隨著時間的流逝 對對 希望有一些 小額 小額 現金這樣子 我記得你的粉絲團 粉絲團一定有開始用那個小額募款 那對 那一天有去申請 沒錯 對對對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 就被拐 然後自己的 自己的 就是熱血 然後自己覺得自己有辦法 可以 然後加上之前各單位 所看到一些狀況 沒錯 對 那你怎麼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年輕人很多 是因為戈籃尾看到的 還是 你覺得說內湖這個地方 是大有可為 應該是 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在做罷免活動 去擺攤 然後掃街 跟民眾在溝通的時候 你就能發現 其實對這個議題 有所共鳴回響的人 45歲以下的人 其實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我覺得應該可以用 將近有70%以上的比例 就是45歲以下 其實對這個議題 其實心有所感 就是會覺得 平平立委也是個工作啊 為什麼這個工作做不好 我們不能解僱它呢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那 因為中老年人比較 比較鐵吧 是是是 這樣還就是 你的非常大的隱憂 沒錯 畢竟年輕票 年輕人出來 這個年輕人不錯 對對對 老年人可能還是 顧有示威說 這些年輕人是怎樣 到底有什麼米娘 再拿出來 對 可能是你 可能會有一些 之後可能 蠻大的挑戰 對 在這個挑戰上 我覺得 我可能只能用一句話 就是說 如果你真心的關懷你的下一代 那你應該要替你下一代的未來所著想 所以 一起來挺住 不是 抓到了 抓到了 應該是說 如果你真心的對你下一代的著想 你應該要替他們有可能的未來 去做一個更廣泛的思考 而並不是說我保護你這樣子 你這樣感覺是 感覺是覺得說 好像副總統是要連聖文當 沒有 沒有 就走一個關懷路線 還不錯 還不錯 聖文的 我無限期支持 就是 住文廢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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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就是說 你這樣子進來 你認為說 我們剛剛募款的問題 然後就是老年票的問題 那你覺得說 這兩個問題之外 你遇到困難跟矛盾 包含你的家庭 包含你的一些 自己遇到的一些 比如說半角 也不是算半角 算是 障礙 對 你覺得 你剛好我們 禮拜六要辦職工 然後我們就取了一個叫跨越者 跨越者 對 那理由是因為其實 這個上來 比如先從家庭開始講 那 我家裡面就會跑三票 我家裡面總共五個人 那除了我自己 然後我妹妹以外 我弟弟我爸爸我媽媽都不會投我 九點二嗎 不是不是 這個我爸爸是因為他覺得從政不OK 那媽媽是九點二 對 那妹妹是覺得 我不跟家裡溝通 就跑出來做這件事很自私 所以要給我個教訓 所以不投給我現在 對對對 但是在家庭 這個反對之餘 弟弟妹妹其實是覺得 我在做一件正確的事 因為有些東西 你覺得它是對的 你應該要就堅持做 不過相信我 謝謝 那個 通常都這樣講 可是到時候還是會 還是會贏自己家 對不對 遇過例子有 一開始說 你為什麼要出來選 因為好的事不做 到時候說 支持我 對這種例子屢見不鮮 對屢見不鮮 到時候還是 OK 還有咧 其他的話 其他其實 我覺得能夠跨越這些障礙最大的部分 就是我們團隊都非常的 信賴我 其實應該是說在理念這一塊 因為以形象來講 我 我的形象其實並不 並不算 以一個傳統的政治人物的形象來講 我並不算是很OK 比如說不夠莊重 比如說 可是沒有去違格啊 對對對 就是我只有這個優點 就是在誠實這一塊這樣子 那所以他們 索性他們就是信賴我 你也不會截圖啊 你也不會刀圖啊 對對對 沒錯 我們只說事實的東西 對對對 但是一般老年人他們會想要看到像 像我就跟聖文沒得比啊 聖文這麼優秀對不對 哪有他胖啊 財經碩士 欸沒有 他上八堂課 對啊 就是要像這樣子的東西比較滿足 能夠滿足上一代的想法 還好吧 我覺得啦 真的嗎 真的啊 我媽媽也就意不容辭就投給阿文 阿文 是喔 還一直跟我們講說 你沒有跟他講內湖晚上都黑漆漆的嗎 他也覺得黑漆漆啊 我媽媽自己就覺得 沒有難敢剖黑漆漆的 對 所以 你覺得說 這種問題是說 你覺得說在他們的心中 可能 並不是那麼的雙重之類的 沒錯 對對對 然後 其實站舉牌的時候就有感覺到 喔 就有一些 叔叔阿姨走過來的時候 那 感覺到一點小小的皺眉 皺眉 那我們主動跟他們打招呼 就 有點小躲避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能感覺到就是 可能他會覺得 一個年輕人 然後 舉著一個手寫字很醜的一個牌子 那他們就 他們覺得這樣有點奇怪啦 可能是覺得奇怪 沒錯 我想因為這只是開始 對對對 那之後可能就是 在募館或者是之後有資源的時候 也許 他們也許就會想法就不一樣 就說 欸這個年輕人是玩真的 嗯 對對對 也許他們 因為 握到手之後會 你自己看嘛 盛文一開始民調那麼高 到時候什麼 艾倫 射之島是艾倫 然後那個 內湖黑漆漆 有沒有 那個完全民調一路往下滑 對不對 他的幕僚真的是 有點 有點 所以他是適合當副總統的料 對對對 我們再一次 無限級支持 出文 那 你分析一下你自己的 優勢 劣勢 機會跟威脅 SWAT分析 對你自己的 對 那我們就先從內部開始 好 因為SWOT 其實前面兩個是內部 後面兩個是外部 那內部的話 我的優勢應該是 第一個 基本上就算是 徒生徒長的內湖南港 OK 不是空降 協同很純 對 協同算相當純 對 而且恰巧這個 求學過程 國小國中都在東湖嘛 那後來高中跑 高中當然跑出去 但是基本上活動範圍 都還是在這 那再來一個是 我相信對於我們想要主打的 主打的選 選民 年齡層來講 我就是跟年輕族群 年齡差距最近 因為你也熟 這地方你也熟 了解年輕人的心理 希望能夠 對 再來的話 我覺得 外型 就是 我覺得外型 可能可以吸引到一些 LGBT的族群 沒有我全力支持這個 我全力支持多元成家 這個沒有問題 雖然他沒有寫在訴求裡 但是 絕對支持 絕對支持 基本的人權不應該有任何的歧視 沒錯 就像那個某個立委講的 我人什麼交的 那 這個完全是不可取 對 任何的人權應該要 一致性普遍性的適用在所有人身上 因為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想法 沒錯 他們的思維我們要一定去尊重 沒錯 沒錯 那 maybe 在這一塊 可能另外八位立委候選人 都沒有 還沒有 具有我像這樣吸引同性的一個魅力在 你就直接表明說 我就是支持 對 我當然支持 絕對支持 對 對 就是支持 沒錯 就是支持 今天有幸如果選上 如果有在推多元成家 馬上簽下去 馬上簽下去 對 其實美國都合法的話 當然 對對對 台灣應該也是 我們希望馬上來推這個 對 那烈士的話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 比較 不穩重的部分之外 其實在議題上面的研究 就是像陳昌志教授他就是本身事實上在研究 老權其實很深入 對 那所以在政策專家 人脈 專業人士的人脈上 嗯 想必是會有一些缺乏 對 但是我相信 在提出正確問題的這一塊 我是不遜於任何一位其他的候選人 那 再來一個是 其實沒有政黨力量的一個支持 事實上是蠻嚴重的一個扣分 可是這也是個機會 這也是個大個 那也沒有包袱 沒有包袱 對 像我剛才就可以直接大啦啦的講我們支持這件事 對 沒有人會擋你 對 不需要考慮有可能的上層 對對對 你就自己照你的意識 沒錯 那其實最大的烈士還是在資源的部分 資源啦 對就是資源的部分 比那種內魂很大 沒錯 對對對 那外部的話 我們威脅的這個東西 其實 最顯而易見的就是 現在有八位候選人 對 那希望將來可以組個 全明星隊來個九人大混戰 全明星隊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任何形式的選舉 或者是機會上面的競爭 應該要鼓勵 越多的競爭者越好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才會有越多人的一個資訊 讓大家想要去挑選 你自己想要的部分 不是 就看到藍綠 沒錯 沒錯 這也是 目前沒有綠啦 是藍綠 這區域 然後 台連的夏亞坦先生也是 算算偏綠 算算偏綠 對對對 目前這個區域是非常曖昧 是是是 很混亂不明 對對對 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 戰國八雄 沒錯沒錯 對 那我們來講個比較正經的 你的六大訴求 因為上次記者會嘛 是 那因為時間是比較早 可能 暑假嘛 可能有些人在睡覺 那今天這個時間點 剛好是八點嘛 吃個飯 吃個飯 然後大家休息的時間 那就是 比較閒 要不要重新談一下 你的六大訴求 我記得因為上次 我幫你那個 擷取下來的 勞動權益啦 對 全民參政 國會改革 國家預算 土地議題 還有體育教育的問題 那我先從勞動權益來 談談一下你的 這個看法 OK 嗯 我想要 在這六個訴求裡面 就是我各舉一個例子 然後就是從這個例子 我們就是稍微 簡短的講 這樣 那勞動權益的話 那就舉我自己當例子好了 嗯 好 那 我覺得我的 我覺得我的工作 工時有點長 喔 然後 我覺得薪水有點少 那這個薪水有點少 是從買不起房子來看 不是那個嗎 22K開始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但我倒沒有這麼低 沒有那麼低 但是就是 在自己還要有娛樂花費 或是你要存一個買屋 買屋的一個頭期款 台北市不吃不喝不知道幾十年才買 對我大概將近十年嗎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 就是 當 可是當我對我這樣的工時 跟工資有疑問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 能夠幫助我的管道非常少 當我找到那個管道之後 能夠幫助我的法條 又更少 又更少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是對所有行事的勞動者 是一種很不公平的部分 比如說像面前大這邊也是一種勞動嘛 這是一種知識的勞動 那應該要有 應該的 應該要有知識的勞動的保障才對 就類似這些 其實台灣在這塊的法律的規定保障 其實是做得不足 所以希望在這塊能夠做一個修正 就覺得說太奴了 覺得說根本好像太奴了 就是對在這塊 就是太奴了 就會覺得 我就吃定你們嘛 好像有口飯吃就不錯 反正我可以 不管薪水只要養家活口就好 其實你是覺得說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應該說是你做什麼應該要拿到回報 沒錯 而不是說做牛做馬 做那麼要使才拿到那麼一點 然後買房子都買不起 吃東西都有困難 不然是結婚生小孩養小孩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在勞動權益這塊我覺得是 它是其中一個基本人權嘛 所以在這塊希望能夠 透過法條上面的修正 能夠更讓大家 對勞動權益這件事情更在乎 那你會痛恨吳敦義嗎 他說頂22可以拿諾貝爾獎 我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的糟糕 我直接說 我覺得非常的糟糕 發明這個可以拿 欸無心價是拿諾貝爾獎 對對對 我覺得無心價也不應該拿諾貝爾獎 這個他的論點完全的荒謬 你一個國家當然是要有越多的勞動力越好 可是你在越多的勞動力的情況 你要怎麼讓勞動力提升呢 你要讓人民覺得勞動是個開心的事 他才會有更有心力去產出更高品質的勞動嘛 可是你要讓怎麼樣 在這個勞動上面讓他的付出更有品質 你當然要給他合理的勞動報酬 所以那天政大不是4000個實習生 那個校長不是說 欸大家要學習那個不要只看錢嘛 對對對 其實這是沒有錯的 可是你有沒有講好 我要給你的待遇不只是錢 還有其他一定是沒講好嘛 那沒講好的情況這就是完全錯誤 因為我個人認為說你今天有貢獻 那就是應該你付出你的貢獻 應該要拿到的東西是要有的 沒錯 畢竟這個社會很現實嘛 也沒有錢怎麼過分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你認為說要修改勞基法 還有鼓勵工會 在就是你需要集體談判 你在你對你自己的工作 勞動條件有疑義的時候 工會能夠給予一個很棒的幫助 然後工會支持警察組工會 我完全支持警察組工會 我剛剛好也就是起始的一個小小會員 對對對 就是有時候會暢老說希望警察不要再被 國家這樣子所操控 這樣你幹嘛就幹嘛 沒錯 然後去做 還過勞還操勞 對對對 過勞值班那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對 將來有機會進國會 可能這個議題你可能會 一定要推 一定要推 警察公會 警消防 警消醫護 這四個 對對對 然後包含就是各大行業的那種 勞動權益 不然我們媒體齁 媒體也是非常的重要 這個 其實這塊真的可以聊很多 這個有良好的媒體勞動環境 我們才有更加公正 對 穩定的 高品質的媒體產出 這是很重要的 有一個人要生 一個人好像十八班五一都要會 對對對 這就是 回去還不能休息 對對對 絕對要休息啦 要休息 對 第二個全民參政挑戰對最低門檻 這個部分 這個其實就是 十八歲公民投票 沒錯 我們希望鼓勵能夠越來越多的人 在參政權這上面 就是能夠感覺到 你有一個實質參與的部分 是 這個黃悅宏老師 今天上午才去參加他的一個節目 他講的屁股非常的好 那個老師我就佔用你的 使你押會 他說我們一樣都繳一百塊的稅金 是 可是在參政權這上面 我們只拿回二十五塊 從頭到尾就只有選舉權被使用過 罷免創制覆決 後面那兩個年很多人甚至連聽都沒聽過 是 聽過 但是在考試的時候寫過 但是你根本不可能在社會新聞上 寫完就 我忘了 還給老師 沒錯 還給國家 然後這個最基本的參政權還 唐正正的寫在憲法第十七條上 你寫在憲法上面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質疑這個政府 我們沒有去執行這個權利 你違憲啊 都說我們那個 都說我們一大堆行為違憲了對不對 那這件事情怎麼不拿出來講 四個字嘛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所以這一塊我們有一個強烈的質疑 那其實這全民包括年齡的部分 也希望透過 能夠把這個參政權完全拿回來 那能夠讓大家覺得 事實上你不是只有在選舉的時候 政治才跟你有關係 因為 Facebook上面有一句名言嘛 你不關心政治 政治就來關心你 對 那這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夠 透過這樣的確實參政權的保證 能夠讓這個社會 對政治這個污名化的東西 有開始改掉 人家覺得說 兩黨一樣爛 對不對 然後什麼 票頭 不是啦 票頭K 不是 我是中立理性選 票頭K 沒有啦 每個人都駐中立 對 所以覺得說大家 至少要有一點那種政治的敏感度 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你家被徵收 你家土地怎麼樣 然後你就開始抗議 他發現說我之前為什麼不關心 沒錯 對對對 然後反而過來被政治給 說綁架 或者是就介入 對 這個例子屢見不顯 屢見不顯 對 從之前的像 沒錯 大普就是最有名的例子 那我們這邊內武南港有一個是 南港平蓋工廠 平蓋工廠 對 所以這都是 跟大家就是有所關係的 所以希望就是能夠在這邊 再罷免案的門檻 絕對要下修 至少 這個我們不用拿世界第一 這個我們世界 第十幾二十名OK 我們化名是那個 那個 舉世文明沒錯 獨步全球 對獨步全球 五十五十超強 超難 超難過 對對對 那再來有關於 就是年齡的部分 我相信18歲能夠 對政治上面有一點 他自己的感覺 幼稚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都是透過 這樣錯誤去學習 可是 國民黨 之前 立委不是推什麼 不在即投票 這個好像爭議很多 就是說你台商 你怎麼樣 就可以在外面投票 這個你怎麼看 我個人是完全支持不在即投票 因為我個人認為 你的戶籍有所轉變的 那個部分可能是 自己個人的因素 但 這並不影響你是個台灣人 只要你是個台灣人 你並沒有被使徒公權 參政這個權利 不應該在任何形式上被剝奪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是支持不在即 就是 18歲投票 不在即投票 我是支持 對 你是支持 因為你會覺得說 有時候投票是 可是那天沒有車 然後或者是怎麼樣 你來不及 那喪失了自己 手中的一票 沒錯 然後如果說 十萬個人有這種狀況 那十萬人都不能投票 沒錯 對 所以你覺得說 這個部分是你之後 會去推廣的 對 如果有信權上 沒錯 OK 那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這邊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這個大家一定有聽過 就是叫做密室協商 也就是港團協商 關起門來 打開門來 我們今天 解鎖了 對對對 這個東西其實奇妙的地方 這個 大家知道的就知道 那不知道我解釋一下 大家都知道有 立委員在通過法案的時候 就有123讀 123讀 對 3讀我們稍微把它省略掉 因為那其實是一個公佈的部分 那主要就是12讀 那所以會有委員會 公聽會等等之類的 黨團協商呢 這件事情就是 可以把12讀 當作什麼都沒有的屁 你只要 今天12讀 有通過一個案子 但是他不喜歡 上去背一個主席台 等等之類 他們就說好 那我們就來關門 來做個黨團協商 那你前面那12讀的那個時間 簡單講就是 我付這100塊的稅金 我就浪費了 因為他們黨團協商 就可以 就可以把這件事情喬好 那我要12讀幹嘛 我覺得黨員協商 他有他現實考量上 需要的必要 這個我了解 好 那你要不要 至少存檔好不好 讓我們知道 這個法案通過的時候 是有哪些人投贊成 就像反克剛一樣啊 大家委員都公開了 為什麼跟你問那個委員 今天不是今天嗎 是今天對不對 反正說是10天之後 今天他拒絕啊 吳世華部長 請問 請問名單呢 說好的名單呢 他拒給啊 我記得是拒給 對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就非議說是 因為我們 在民選的立委 在審議這樣的法案 我們應該要有權力 可以知道是哪些人 贊成哪些人反對 王小坡不是就講了嗎 請蔡英文放過學生 那蔡英文可以不用放過我們啊 我們宣布 我們宣明 還是有我們可以選擇的權利才對啊 對 這樣就變成說是課綱委員 王小坡就是 大家就認定就他了嘛 所以 你不需要背這個黑鍋啊 倒不如就直接公布嘛 大家公布嘛 他到底有誰嗎 你就一個一個這樣 沒錯沒錯 對 不要把罪都推給他嘛 雖然他本來就是很黑 就是 對 對 可是我其實相信社會的公平 就是評價的評 公平這件事 其實還是能夠稍微程度的超越這種意識形態 你今天公開的講 把你的理由說出來 雖然我不同意你 但我可以尊重你說這個的方法 我相信 能夠自主思考的理性公民 是能夠做到這一點 所以 我覺得是可以把它做一個公開透明的檔案協商 那你贊成那種 你說把門關起來可是要有直播 這種你非常贊成 非常贊成 像我們這種 充進去有沒有 增加就業機會 一個不要跑有沒有 對對對 每一個人有一隻 有一隻 說好他要是講什麼 從直播這樣傳出來 誰在講什麼 沒錯 我覺得應該是要這樣做才對 要嘛就把門打開 不然就是把門關起來OK 可是要有畫面要有存檔 或是之類的 我覺得需要去做 然後在那邊就是匿名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讓我們都搞不清楚到底裡面在幹嘛 對對對 所以你覺得說這個部分是需要去處理 這是這個東西 我個人認為是需要去處理的 每次新聞都講 經過密室協商 藍綠協商 對對對 我得到了一個滿意的答案 但是只有你們 只有你們在裡面開會的人 滿意 我不知道啊 對啊 我們就被迫要去接受這個滿意 對對對 那被迫這兩次是最 我們最不喜歡的啦 對啊 沒錯 因為畢竟這個國家民主嘛 對 希望對對對 不要被迫這種東西 沒錯沒錯 那第一次呢 要不然大家談談國家預算 就是都市計畫法的部分 對對對 這個東西其實 其實先講你國家預算 國家預算 合體公開通明不好意思 對對對 沒有沒有沒有 國內預算這一塊其實我想要舉這個 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財政 某些東西的動很大 舉個例子比如說健保 然後健保的財政赤字很大嘛 那其實國家一直在想說 要用哪一個預算來去填補它 欸 我這邊就是 我這邊的建議啦 就是我們其實有一些 英語我們都 我至少我自己在當選民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 嗯 那我覺得我想要知道的時候 當我去查 怎麼都查不到 舉個例 那個東西叫公益採券 哦 到底公益採券的盈餘 分到哪了 哦 嗯 就是 他到我們這樣子 十幾億 十幾億就是三十幾共沽 然後這樣大家就是瘋狂去排隊 這個東西難道不能稍微填補一下 這個赤字嗎 還是說政府在這個東西 所以預算的分配上有一個它的評鑑制度 我覺得有那當然很好 可是 這個評鑑制度在哪邊 至少我查不到 這是one piece啊 one piece 現在就是我們台灣的大祕寶 對對對 大祕寶 啊到底 因為大家都買財券嘛 對啊 那個錢 到底去哪邊了呢 所以你是 你真的有去上網做功課 你發現這一塊你是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 我這個是真的還查 我是真的查不到 他就是指說 然後付相關的部會去做分配這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A蝦夷有幾億 有幾億 對對對 然後我給他送去買這樣 然後結果那個總金 總金額其實他是講得非常清楚 那所以你是知道 除了分配獎金之外 他是有個餘額在 可是那個餘額去哪了 就 不得其下落 所以你有懷疑是不是進黨庫之類的 欸 我沒有這麼懷疑 因為就是因為執政黨可能換人嘛 那它這個東西應該是個長久的計畫 可是你要說不管今天是哪個黨執政 這個東西你覺得說要把它打開來 我覺得 沒錯 因為它是公家的嘛 因為你說它是公益財券 對對對 那另外當然像包裹式的預算 就是說 大部分就是前年度的預算拿過來 整本拿過來 然後開始再省 可是預算其實是有好多好多一塊一塊的 對 那不能說我同意A就一定要同意B 這種包裹式的預算 就跟包裹式的表決一樣的邪惡 所以應該是要 針對不同的部門來去做 那假設真的需要加班 我想人民會對這樣子 做正式的加班費 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合情合理 而不是說 大家積了900多個法案 在最後一個月 然後大家開始加開臨時會 然後領那個加班費 這個東西其實 而且臨時會都是有那種政治目的 政治意圖 對 我們希望能夠回歸到 立委它是有它的專業 當然有 不是說什麼選錢就不看 然後法案擱置 對對對 然後是說什麼 就在那邊 懶懶散散 沒錯沒錯 然後法案都在那邊亂審一通 然後我們人民的權益都沒了 沒錯 然後預算也不了了之 對 然後預算也不知道跑去哪裡 沒錯 對對對 那這是國家預算的部分 對 那來談談土地議庭 全面修正二法 包括修正土地政策相關條例 都市計畫法的部分 這個其實 一樣用例子的話就是 那很簡單就是 我就是買不起房子 面線大 買得起 當然買不起 那 準備就是要呆頭牛去蒙古 放牧這樣 去當遊牧民主 這樣 再這樣下去的話 不然去嘉南平原 去放牧 對其實 其實國際上有非常多 針對土地上面議題的一個例子 我們其實可以好好的來去運用 但我真的不太了解 為什麼政黨輪替過後 兩個政黨 執政黨在這一塊其實 我覺得力道不夠啦 就是其實大家就是只是想要有一個 自住的房子 當然我覺得打擊投資客是有其必要性 可是問題是說 你要怎麼樣讓這些投資客覺得 投資房地毯這件事情 沒有一個太大的賺頭 它可以有一些賺頭 但不需要太大 另外一個是財團綁架的部分 所以它財團綁架的部分 才嚴正的聯絡到 連接到那個土地相關的政策 比如說 最糟糕的土地政策條例 那就是比如說像大埔的事情 對 那其實 而且道路開發 對對對 就是跟財團 就是跟建商有關係 樂森也是個 也是個例子 對那因為 像它裡面就是 對公益性跟必要性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規範的蠻 不合現在的時疑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團隊跟我希望就是在這一塊 能夠徹底的針對現在的現狀 在土地政策條例 以及都市計畫法還有區域開發法 區域規劃法這個部分 去做個通盤的想像 因為我想在台北這邊的都市計畫 必然是跟花蓮不一樣的 對 所以它不應該是一個 它當然上面會有一個總體的一個想像 可是你實際上到下面的部分的時候 是應該由地方政府去做一個應地質疑的部分 可是這應地質疑的部分 有時候他們就會說 遇到麻煩他們就說 因為上面的主題是這樣 對對 遇到沒有麻煩 就直接用當地的下去做 其實這是不OK的 可是目前這個問題 柯文哲市長也講 他說這個 短期之內很難去解決 像是房價或者是這種 可能是要循序漸進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循序漸進這件事情 但是我可以先在法律上面先通過一些 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部分 舉個例就像回過頭來剛剛講 公益性跟必要性 我在必要性的那個部分 我施加舉個例 我們現在的想像是 在必要性那邊施加一個法則 是針對行政部門的法則 舉個例像大譜的事件 你今天其實那並不是一個最後手段 它想必後來的公益性 並沒有如你現在想像中的高 因為後來它現在並不是 並不是做它當初試圖要做的部分 對那這一塊的話 國家就應該要對這個政府來去做開法 這個法則把它調高到 希望地方政府能夠在這一塊有所自治 慢慢的透過這個方式去讓大家知道 其實土地議題其實跟各位息息相關 土地爭議也是跟你有可能會弄到你的部分 對 之後說土地開發要把你家弄掉 對對對 一定是跳起來 這是一個政治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政治問題 沒錯沒錯 對 就是你今天不理政治 就政治哪一天敲門 沒錯 擦水錶 然後你不自殺聲明還沒寫好 對 那個還被破棄 對 對 沒錯 來聊到體育教育的部分 回歸專業制度 來 體育教育這塊 其實這兩天 有一個裝置院的新聞 我知道他去那個 對 中超 其實裝置院的新聞稿 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他其實並不是今年才加入 對 他其實已經加入了第三年 如果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對 對 那其實這個 這件事情就讓大家 就讓我們覺得 其實體育一直在台灣 不受重視的那個程度 其實遠高於你我的想像 雖然 好像感覺好多路跑 好多 好像跟體育有關係的部分 可是那些其實說穿了 他就是 一個買賣行為 他真的不是在真心鼓勵你 培養一個規律的健康活動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318的時候 有一個 應該是骨科大 應該是microGG 骨科大 他就是講了一句名言 我記到現在 你想報國 但是你現在沒有機會去現場 你出去慢跑三圈 強身健體也是報國的一種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很正確 我覺得這很正確 就是說 一個良好的體育的訓練 一個良好的體育的 運動的一個習慣 身心靈其實都是有一個有所幫助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 所以第二個是說 體育要回歸專業制度 有關於體委會 或是 密先生有在看棒球嗎 那對中職的那個 有 棒總的想法是 我覺得 我是覺得說 工會是蠻強的 對對對 他最近的表現是真的 讓我覺得說 反正你們就這樣子嘛 反正全人受傷你們也不管嘛 沒錯 你看陳用基有沒有 曾崧瑋 那幾個在亞運的時候 就是這樣傷了身體 對對對 所以像在這個東西 因為他實際上指導的單位 他並沒有 真正具有體育的 尤其是在這一塊體育的一個專業 所以才導致到 always說出來 那你就是不畏國爭光 就是用國家 國人的一個期許 去壓迫你一個職業生涯的一個 不完整規劃 工會就這樣提出說 你們這樣子 可是被反駁說 你們就是不畏國爭光 對 然後就是說 我叫你 你就是要穿上我們國家隊的站 沒錯 然後那個國家隊上面 還不是寫台灣 還是CT 對 就是這個點 讓我覺得 沒錯 對 那所以希望能夠在這一塊 能夠去做一個法制上面的 比如說裁判專業制度上 教練專業制度上 選手 能夠給予他們一個國家 給他們的一個保障 進而提升就是整個台灣 對體育教育的重視 其實不管棒球 足球也是 足球也是 足球又是更 淒慘的一個例子 對 足球就真的蠻可惜的 那個門票是200還是 有點忘記 有點忘記 可是足協他最近也是有一些 像上個月我才去公聽會 是是 講那個售票的事情 對對對 也是蠻多矛盾的 很有趣很有趣 足球也是非常有趣 那先講大家比較喜歡的棒球 就看得出來說 沒錯 矛盾 從經典賽 對 那個棒結 被大家罵翻 那今年又再扯出來一次 大家就覺得說 那到底 你們到底有沒有重視球員 有沒有在想 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東西 沒錯 而不是說只為了說 我就是要你 贏球 然後贏球 再贏球 然後你受傷了 那你自己 自己處理 然後導致選手的 像成功基 就在沒辦法那個 不然他可能 應該是有機會上大聯盟的 當然 當然 像這樣的東西 你能感受到 一個戰機引領你 一個政策的部分 事實上 這不完全是正確的 他有他其正確的部分 我了解 但是應該是個 更完整的一個 全盤規劃 剛剛有跟邵遲聊到 整個音樂的部分 因為邵遲跟我一樣 有在聽團 那 他的想法其實 剛剛這樣子 在直播前 大家有稍微跟他聊一下 我覺得他的想法不錯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你對音樂文創方面的一些想法 還有藝術類的 好 那我直接講結論了 OK 沒在怕了 OK 我的結論是 台灣的文創這邊 需要全部打掉重練 全部 我指的是 所有現在在指導的單位 或者是類指導單位 官方 非官方 半官方 所有這些東西 基本上最前面帶頭的人 他們都不是原先文創的專業 或是 他們是原先 非文創的專業 去找了一個 他們以為是專業的一群人 然後這一群人 萬年不變 你說盡興繁殖嗎 對對對 盡興繁殖是個非常巧妙的屁股 而且他真實的是這樣 那 這個情況會導致一個什麼 什麼部分呢 你就是不鼓勵創新 你完全沒有給新人足夠的機會 你每年都有設定 固定名額的獎項給新人 好 可是你最大的 proportion 比例都是在那前面 比如說 我們舉電影為例 齊健獎 就是說最佳影片這種大獎的時候 各位觀眾如果有興趣 可以回去查查 前十年 有一間公司 我現在就爆掛 前十年有一間公司 十年拿了八次 一間公司 是一個老闆 然後這個老闆之前拍過非常多 我們那個年代就是有名的電影 但是十年之內他拿了八次 可是這八次你在院線裡面 其實是很少看到的 同樣放在音樂也是一樣 台灣我們玩樂團嘛 那樂團其實 當我們感謝五月天 就是一點點拉拔 這個大家的一個小小團的部分 可是總體而言其實 對樂團其實是不友善的 因為你沒有提供一個足夠 讓大家願意去發展 樂團文化的一個部分 因為上面的人覺得 這不重要 第一個這不重要 第二個這不賣錢 那後來還是回歸到利益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今天你要去做文創 你不能從效益面去看 你要看的是這個文創 能夠替大家帶來的是什麼 應該從這邊 所以應該要全部打到重點 那法拉利捷怎麼辦 所以其實我是支持 法拉利捷這樣子的一個創意 就是他有他絕對表現的一個自由 噱頭 對可以是說噱頭 我也可以就是說 堅持他自己的那個部分 對你覺得說他這也算是一個創意的一種 對我們不應該要去抑制任何有可能 即使你覺得他傷了你的眼睛 可是有的人可能會覺得那是一種藝術 這是真的 我們應該尊重任何一種不同的 因為我還是聽了兩次 我聽的比你少一次 我聽一次 所以你覺得說這也是一種創意 就是說你不能在那邊去說 過度商業化 而抹滅很多小團 或是更有創意的人才的出現 比如說總是就是那些人 然後自己內部又在盡心繁殖 沒錯 血統不純正都把你拔掉 沒錯 所以你覺得說這個音樂的部分 你認為說是要 把音樂藝術混創 真的要拔起來再種下去新的種子 而且這個新的種子 我想新的人在 他一定會有個概念 我一定會在做中間發展的時候 會有賠錢的時候 一定的 對一定的 可是現在這一群 現在我說現在這一群大頭 他們是不能容忍賠錢的 因為你賠錢就拔 而且其實他們是算是 短期盡力非常嚴重的一個東西 沒錯 任何產業在台灣其實 現在短期盡力非常非常的嚴重 反正你半年沒有賺就把你拔掉 這對創 這對R&D這塊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你需要一點時間 讓它的成效去醞釀 去回饋它有可能的一個效應 然後之後它可能才有其他的創作 畢竟你說一個樂團 一張專輯 有的時候四年磨一劍 五年磨一劍 沒錯 太多力次了 都可以磨出超好的東西 可是你今天叫它一年磨出一張專輯 十二首 十一首 每年都要 就會下降 而且你還要巡迴還要演出 沒有任何時間 沒有時間去想要怎麼寫歌 對對對 這個就完蛋啊 這樣這個東西套用在任何的藝術上 都是不OK 對對對 那我們再談談說 你的期許跟元件 還有你的目標設定 稍微 呃 期許跟元件這個 讓我看一下小超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因為這邊我們就是 因為之前有接到面線的提問 所以有些想了一個比較特別的 來 第一個是 因為我非常的在乎 其實這六個訴求裡面 其實我非常的在乎 應該是我最在乎勞動權益 勞動權益 因為之前也都工作這麼久了 我這邊想要提上一個概念 就是所有的政治人物啊 他也是一種勞動者 所以政治人物應該要有工會 我再說一次 我覺得應該要有分門別類的工會 所以立法委員應該有立法委員的工會 哦 市議員 不同的縣市要有不同市議員的工會 然後我們可以去創造一個 全國政治人物總工會 全政總有沒有 然後他公司可以設就是他的基地 因為政治人物他之所以為什麼會把它視作勞動者 是因為你也是用你的時間智慧經驗 人脈去換取 去提供 去做一個交換 交換什麼呢 你的施政品質 你的監督效果 你在審議法案上面的專業度 然後你去跟人民換取那個納稅的稅金 在這塊你完全是個勞動者 勞動者你應該納入勞基法 所以你應該也有完全的權力組成工會才對 而且就是說受到 譬如說今天我去揭發一個弊案 可是那個被關切了 然後工會又可以提升而出說 你憑什麼要關切 其實工會本身的目的是在維持 權益嘛 對 但是他其中一個也是在幫另外一方的人 在維持我這邊的品質 所以其實可能會有反過來喔 因為美國有相當多的例子 工會發現自己的 工會的會員出錯了 其實他不是來挺他自己出錯的會員 因為他自己會做一個內部調查 調查完之後他發現這個人真的做錯了 他主動跟資方說 他其實做了一些在勞方這邊不應該做的事 首先我們開除他的會籍 再來請你就是對他做資方應該要做的部分 其實工會跟 工會代表勞方並不是跟資方完全做一個對抗 我其實有個程度在幫你把關我們這邊勞工的品質 也算是個全面監督 也算是個另外一個監督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並不一定會造成像面線剛剛講的情況 當然有可能啦 但是說就是希望透過這個部分讓很多東西更加公開 因為你要做工會很多東西要更透明嘛 可是現在不是有個公民國會監督聯盟 對對對 那個東西我覺得也非常的棒 也是必要 也是完全必要的沒錯 就是說希望能夠用人民的這一塊 能夠用更細部的部分 來去看到其實國會裡面做了些哪些東西 出席率啊 到底有沒有來吃便當 對 之類的 對對對 再來的話 我覺得 希望能夠就是達到一個完全性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一個夢想 就是我希望台灣有照 能夠成為一個完全性自給自足的經濟體 我這邊的完全性是包括像能源 包括像農產品 因為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其實也是相當低 對對對 那主要是能源糧食 我們這邊所需要的基本的工產業的一個原料 意思就是說其實我們需要一些產業上面的轉型 因為其實本身我們這邊的原料其實某個程度上是不夠的 可是產業轉型我覺得其實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要自已自足呢 那簡單講是因為我覺得 這是為了台灣獨立建國而鋪路 啊 那你意識一下已經出來了 對對對 非常非常明顯 那 對 我支持台灣獨立 因為 其實在出國 出去國外工作的時候就能感覺到 你不是一個國家在很多地方 其實 麻煩 還是有人會覺得說你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非常多非常多 也不少就是沒有去認真去看這個東亞 對 那天有一次我飛的時候就有一個印度人問我說 啊你從哪裡來 我就說台灣來 他就說啊你知道你是就是中國的東南方的一個小省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我後來我後來其實剛才講了一個解釋就是說 我們兩個是不同的國家 對啊 就像你們印度跟斯里蘭卡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一樣 嗯 描董 描董 他就描董 對 類似這個 因為他們其實是同一個人種 對 過去的時候 只是不同的 對對對 要解 所以就是想像中是這個部分了 對啊 就分這兩大類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另外這邊有寫到的是 所謂的完全透明的政治我這邊指的是說 所有秘密的組織這邊指的是 有一些大家其實不太敢提出來的一個議題 希望就是能夠 辦到檯面上來講 要就是每次都私下 對 偷偷喬好 沒錯 你覺得說既然是民主既然是政治 民主就不應該要黑箱 對 就像教育部嘛 沒錯 這個到底怎麼樣就推出來這個 很奇怪的課槓 超奇怪 對 而且太多太多黑箱裡面可以講的 對啊對啊 所以你覺得說政治就應該要全面透明 沒錯 不應該這樣把門關起來 對對對 OK 先感謝邵遲 有嗎有嗎可以嗎 OK啊OK啊 好的 剛剛好嗎 剛剛好 好的好的 那就是今天就到這邊 那我們 謝謝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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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外面